维京集团主席沈庆金在凌晨被检方裁定收押禁件 现在背后的关键原因也曝光 因为检方发现沈庆金在检调搜索的时候 他是躲在家中的逃生厅 因此被认为有逃亡之余 更详细的细节请何明带我们去了解 何明请说 好的主播台北京华城龙GP案 沈庆金易小薇等三个人凌晨都被羁押禁件 根据了解沈庆金会被羁押的原因 是因为检调在搜索沈庆金家时 联贞官发现他躲在家里密室的逃生厅当中 还正准备离开 沈庆金被发现的时候 宣称说他是要去公司 但是去公司为什么要从逃生厅离开呢 这一点让检方非常的怀疑 怀疑他根本就是要去藏务证 然后有灭证之余 再加上他有逃亡的情形发生 所以向法官申请将他羁押禁件 而除了沈庆金之外 市议员易小薇也是被认为有逃亡之余 因为检调在分析禁流的时候 发现微经集团在2018年到2021年之间 与应小薇的相关账户有异常的往来 沈庆金偷过了管道 分批多次汇款给应小薇 再由应小薇利用职权向科士部游说 放宽金华城的容积率 警方在发动调查之前 发现应小薇突然出现在桃源国际机场 还正打算搭乘飞机前往香港 在通关的时候 应小薇发现自己遭到禁管 然后又再次直奔台中国际机场 要搭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台湾 同时他还带着台胞证 所以检察官就紧急指挥联证署 将应小薇居提到案 尽管他到案之后 变称他是要去香港帮妈妈买药 但是因为行为相当可疑 所以也被检方认定他有逃亡之余 也向法院申请加他裁定挤压警戒 以上目前最新主播 北检搜索桃猪影员的同时之间 他们也带回了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但他选择不走大门 而是走这整条防腐上一旁的这个小门 离开原因就是他为了要躲避媒体镜头 传书检警并非第一时间就掌握他的行踪 据传神信金为了怕被盯上 甚至还躲在豪宅内的私人密室 豪宅里头确实有所谓的密室 但他藏在哪边 事实上看起来像是有一整个系统柜 但是我们把系统柜移开之后 他的里头藏的就是一道门 进入之后打开另一扇门 又能进到另一个空间 往地下室走别以为是墙壁 这个密室甚至里头连逃跑路线 都已经规划好 这个其实在豪宅里面是蛮常见的 它大部分都是隐藏在装潢里面 或者是隐藏在公社里面 有的为了避免被跟肩被偷拍 甚至 他今天可能从A栋停车上停车下去 他上去楼上透过密室进到B栋 再让人家开车载走 其实是几乎不会知道 政商名流政界大咖 有财有事有背景 也因此密室不是单单隔一扇门 隐秘性更要做到滴水不漏 在我们的天地币的建材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做到干了建材 这样的他的通讯设备就没有办法使用 要让密室消失在大楼内 甚至消失在平面图上 避免消息曝光 甚至会要求装潢业者 签下这保密协议 避免消息走漏 而不只沈津津传出躲密室 据传前桃园市长郑文燦在住家内 也出现暗格 知情人士曝光 多半密室暗格 甚至安全室都藏这些东西 雪茄 酒 之前跟变现的东西 现今一定会有 应该有记忆吧 不只沈商名流 包括道上 收地招待所大多也都藏有密室 如今不能说的秘密 因为被约谈全曝光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 最新的现场我们持续来关心 就是金华城涉贪并爱 持续的延宵扩大 昨天晚间法院先是裁定了 殷小薇和他的助理 吴顺明积押禁件 昨天财讯问了沈庆经 停讯大约有两个钟头时间 后续也是裁定 沈庆经积押禁件 最新的信度 联系的记者姚一婷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但您持续来关心司法焦点 也就是金华城的案子 在昨天晚上九点的时候 法官开始来召开积押题 那么依讯是针对 北市议员殷小薇 还有他的助理吴顺明 以及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经 三个人最后都是裁定 积押禁件的 透过手板 但您还看到整个关心图 您能更了解 其实被告除了沈庆经 殷小薇还有吴顺明之外 另外还有约谈了 殷小薇的助理陈家维 以及他办公室执行长王尊坎 另外还有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 他们三个人是被检方预令 两百到一千两百万元的金额 交保出去了 而我昨天召开街家庭 其实殷小薇她从头到尾 都是否认她有收惠的 不过她有坦诚 是有私下跟陈建青 是有一起约吃饭 谈事情 那对于她 这个市府的态度 她说过程中 其实他们都没有谩骂的 都是表示尊重 那么另外 另外这个 他的助理吴顺明 也都是否认说 殷小薇是有收惠的情形 虽然她自己有坦诚说 自己她不是公务员 不过有一些专业 是可以帮助 殷小薇来处理 一些相关的杂物事 那么就是 再来就是检方查到的 这个背后的金主 也就是神器金 她一次就是分批 将四千五百万 这个大笔的金额 存到这个 殷小薇的户头里面去 那么最后 殷小薇再请助理 吴顺明将这笔钱 默默地分批 存到她男友的户头里面 检方也就是查到 这一笔金额之后 所以在28号的时候 已经是要展开大动作的搜索约团 不过却在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27号 就发现 殷小薇她是企图想要先搭飞机来到香港 因此呢 是赶紧将她具体到岸 那么现在呢 也可以看到说 最后检方是认为说 他们都有 串政啊 逃亡之余 将他们收押禁键 法官也是将他们积压禁键了 那么透过画面 你也可以看到呢 三个人都是 不发一语的依序 搭上球车 要到这个看守所里面 那么外界呢 大家其实也很关注 最后土地荣基案呢 是拍板听案的柯文哲 什么时候会遭到检方来搜索约谈呢 但是外界大家都在看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再交还给棚内 威敬集团主席沈庆金的委任律师胡元龙 没有多做回应快不离去 还有律师岳芳如也陆续抵达 台北地院晚间展开积压亭 沈庆金的王牌律师团 要力拼交保 陪同沈庆金征讯岳芳如当年在特征组 担任检察官 曾调查中性经控红火炒股案 2008年整办陈水扁 从中牟利涉滩并案整办 这个案子我们如果办不出来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下来一举功 当年爆出岳芳如跑到日本 找逃亡的中性经董事估重量 策动他回国咬出陈水扁涉滩 拥有超狂精力的 还有前主任检察官胡元龙 是导演纽纯泽多年好友 在性经案曾担任律师 根据行诉法的规定 晚上也是属于夜间 所以选择在早上八点半 精神比较好的情况下 来跟分局详细的说明 但一个月就解除委任 而他曾征办的顶星混油案 胖达人炒股案 有律师分析 这回审庆经委任两人 培训一天估计要20万起跳 整个侦查过程破百万 殷小薇虽然独自到北检 但他委任三位律师 其中一名是前特征组检察官庄政 过去红火案二审时 担任公诉检察官 后来转任律师 顾重量还特别聘请他 传注他已论见记筹价格高 光是这两天培训至少50万起跳 应小薇省庆经想从金华城案 全身而退 不惜砸钱 请黄金律师团队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看到媒体在拍 先说哈喽 应小薇涉入金华城案 被指指收贿 态度却一派轻松 减连侦办金华城案数月 陆续约谈传唤市府局处人员 调查发现 为了把金华城土地容积率 提升至840% 维京集团主席 沈庆经透过台北市议员应小薇 向柯市府一再澄清 请求放宽容积率 由于两人对于数千万元的金流 交代不清 台北市地方法院 裁定省信金积压禁件 应小薇与助理吴顺明 涉嫌贪污也遭裁定积压禁件 三人搭上车车 送往台北看守所 恐怕只能在看守所里度过中秋 而狱中的早餐菜色也曝光 有银丝卷 酸菜和红茶 简连认为省信金是行会者 应小薇是收会者 两人之间有对价 由于双方可疑汇款的 异常金流高达数千万元 简连研判应小薇 不可能独吞庞大款项 因此怀疑她是白手套 不排除另有柯市府的官员涉贪 甚至不排除约谈决策关键人 也就是前台北市长柯温哲 是否有图利财团 恐怕金华城弊案这把火 还要继续往上烧 东城新闻综合报道 上台